在緬甸有慈濟原建的亞倫第四中學 還有馬陽共第一中學 在今天正式的完工移交了 許多政府的官員還有學校師生 他們非常感謝慈濟 還有社會的幫忙 就連當地的媒體也爭相採訪 撒上香水祈福 有慈濟原建的緬甸亞倫第四高中 和馬陽共第一高中 歷經三年終於在十六號完工移交 吸引緬甸陽光市當地 眾多媒體前來採訪 殊勝大日子過去歷屆校友也特地重返母校 共襄盛舉 馬陽共第一高中目前是陽光市最大的學校 每一層樓佔滿校內學生 希望見證歷史的這一刻 雖然過去因為風災 兩所學校的建築物一度倒塌 但慈濟的跨國原建讓當地孩子能夠再度安心上課 更成為當地教育副部長口中最完美的學校 大愛新聞緬甸綜合報導